咱们有很多老铁都喜欢吃这个净酱油饰 通常都是上外面买的吃 其实在家里做一点都不难 就算你没有厨艺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做这个净酱油饰还得是大虫 味道会更好一些 把这个大虫全部给他切成细饰 这个干豆腐可以随意的摆放 咱们把冲饰放在中间 我个也喜欢放点香菜段 那是真相啊 切又饰最好选择这个阻力外底油 这个外底油不用找横茶和树茶 就算你没有厨艺也能切出又饰 切好的幼饰 加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少许的胡椒粉 用手把这个幼饰给他抓一抓 我这些是六两用啊 咱们打半个鸡蛋清 然后给他抓一抓 最后加一小勺干淀粉 再次给他抓一抓 然后加油给他放出水分 家们咱们在家做这个幼饰是啥 一定要这么按顺序来 这样这个幼饰酱呢 它又滑又嫩 我把说菜的每个迹象都分享给老板 要双几话 这个一块底下一个吧 小胖感谢大家 锅里油温散成热 咱们把幼饰下锅 把这个幼饰滑至松散全熟 然后给他烙出去 锅里重新烧油 下入几个蒜片 必须把这个蒜片给他炒香了啊 在家不咱们会做这道菜的老铁 我推荐你用它 这个比甜面酱好吃 而且经济还实惠 一包酱就能搞定你烙菜 小伙把这个酱给他炒出香味 然后把幼饰下锅 加入一大勺的清水 然后咱们水淀粉过点浓浅 这个金酱油死 这个铅子一定要浓一些 这样卷上干豆腐 那才好吃呢 哎呀 就这菜 必须弄它二凉 今天晚上皮铁又给咱们喝酒喽